這也是一個偏斯文的款式 也不是偏斯文,是斯文的款式 因為它的布料是滑身的質地 垂墜感很強,易打理的那種布質 手就是一個水滑的狀態 它是直紋的圖案 你會看到空位的位置是一個ruffle 都是相同的布質 它都是垂直的狀態 另一個細節位 另一個細節位 就是你會看到它的入膜的位置 它這個沒有膜的位置 因為手就直接上到鎖骨的位置 這個是一個大的領位 這個是一個斜咳的入膜款 令到線條感很滑,很流暢 空位的位置是有一個波浪的形態 打側看,你會看到一個波浪的ruffle狀 這個是預設了的 設計出來是這樣 設計出來是這樣 不設計這樣 設計出來是這樣的一個效果 這個是少少的方靈 不是太起覺的 也有分一些弧度出來的 都是一些以細節位做設計為主的 是斯文的款式 但你會看到其實都很平衡的 不過你會看到 我介紹出來 或者你會看到那個細節位 細節度在哪裏 即是放在哪裏 那你會看到 其實放了一件衣服出來 那個狀態都是很平順 睡覺感很強的質地 不過我這個白色就有些頭 對 這些位置 少少 對 這樣就有機會頭 那也是 小心少少 那 這個白色是有些頭 這個紫色 這個是香護紙來的 我這個是白色來的 這個是香護紙 那就兩種不同的顏色 兩個風格不同的顏色 那我襯得比較斯文一點 那我襯了一個深藍色的 兩行樓的短裙褲 那這個是褲來的 不過它那個型是偏A一點 令到那個 有一點裙仔的狀態 那都是很好襯的單品來的 我通常都襯在斯文的款式上 是很好看 可以平衡一下 即是下日感輕鬆一點 而且又可以配到斯文的本色 對了